他来历不明 想法精湛 并且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被我们抓捕后 拒不配合调查 非常刻意 起立 请坐 再犯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浅华饭店 师父 你没有任何理由 为何会出现在浅华饭店 经我们检察厅调查 颜威是楚慧子小姐一案 重要嫌疑人 有证人看到 颜威 残忍地将楚慧子小姐杀害 并事后威胁证人 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 另外 她来历不明 枪法精湛 并且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被我们抓捕后 拒不配合调查 非常刻意 法官各下 以上就是我们警察厅调查结果 颜威 警察厅起诉你 在锦华饭店恶意杀害楚慧子 而后逃走 你承认以上犯对事实吗 我不承认 我没有做过 好 本席请证人 服务员朱嫂出庭作证 还证人 没错 就是她 我亲眼看见她杀害了楚慧子小姐 在许小姐无意闯进来之后 她还想杀许小姐 我尖叫了一声 许小姐晕了过去 我本来是想找人进来 可是被她捉住了 她威胁我说不许揭穿她 否则把我也一块儿杀了 当时我看到楚小姐那个样子 是真的害怕 安静 我心里挣扎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她 然后她就逃走了 大家进来的时候 我没敢吱声 事后越想越后悔 所以 所以才向警察局举报的 被告颜威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有去过警华饭店 还狡辩 你有什么不在场的证明吗 谁能跟你作证 我那天一个人在家 没有人可以作证 法官阁下 我认为没有必要 耽误大家时间 在这儿里听罪犯无意义的理赖 颜威嫌疑极大 是我们早就重点盯着的对象 他没有身份证 但他制作了一张假的身份证 他没有去申请自卫枪械登记证 但他随身携带枪支 他来历不明 没有正常人拥有的朋友和社交圈 抗议 对方以公权力 无理由地指责颜威小姐 是以假定性 在判定颜威小姐有罪 使你不再去 法官阁下 颜威小姐刚来上海半年 之前一直跟父母在海上居住 她独自来到异乡 并非不想办理身份证 而是我们的政府 设置了无数 复杂冗长的程序 让这样一位孤女 不知道该怎么办 咱们的上海滩 如此繁华的大都市 都能容得下法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 却唯独容不下 我们自己的中国人 难道 这一点不是政府该反思的吗 孙悟进 他连自己的身份证明 都无法得到 更别说是 自卫枪械登记证 这一点无需再说 刚才警察厅提到的 他没有自己正常的 生活社交圈 因此很可疑 这就太可笑了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 没有正常的生活社交圈 他一个女孩子 性情平和 有爱邻礼 他独自一人 开了一家照相馆 也有很多的顾客 与回头客 也经常会受到 地皮流氓的勒索 来收保护费 为此他买了一把枪 来保护自己 这有什么不对 他每天都在巷子口 买糖饼和砸面 难道这不是他的生活 不是他的社交圈 所以只有拥有像宋厅长这般 显贵的朋友 才算是真正的生活社交圈 若是这样的话 那言威也不会站在这被告席上了 被告方律师 请不要牵扯 与本案无关的话 是 把关队下 现在 被告方律师 可以向证人提问 朱嫂是吧 你说你那天 亲自目睹了楚慧子被杀 这位女士想杀许小姐 你尖叫了一声 许又怡小姐昏迷了 你内心挣扎后 犹豫害怕 所以最终还是屈服了 对吧 对 但是那天 我听你的同事们说 当天同层的同事们 几乎都听到了你的叫喊声 最快的一位 是从休息间赶过来的 锦华饭店的格局就摆在那儿 从休息间到八号套房的距离 大概是七八十米 正常走路的话 一分钟就能赶到 小跑起来 二十秒就能赶到 请问 在这短短的二十秒之内 你要做到尖叫逃跑 被严谓捉住并威胁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 你内心还挣扎了一下 你挣扎的速度够快的吗 不对 是严谓事后威胁我的 前后证词矛盾 一会儿有个样 这样的口供 如何给人定罪 法官高下 请允许我让另外一名证人 许又怡上庭作证 欢迎 请允许我 请允许我